《鬼泰郎》 咦?這個車站叫星君鼠站? 還有這麼多鬼泰郎的角色雕塑? 大家都有看過鬼泰郎 鬼泰郎的作者水夢望的故鄉 就是在景觀 我們在賣錢找到鬼泰郎的車 準備出發去找他 由今年開始 六款鬼泰郎列車陸續換上新設計 我們今次遇到的是小貓女主題列車 周圍都可以看到小貓女的蹤影 這輛電車除了被凡人搭外 還會被妖怪搭 這就是妖怪專用的車站 到了鬼泰郎站 不是,是景觀站之對 妖怪的氣息無處不在 記得要蓋上紀念印章榴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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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了這麼久,先去吃飯 來到景觀 一定要嘗嘗這裡的名物 蟹肉丼 這個丼最特別的是 它有珊瑚給你 首先把珊瑚倒進去 然後在丼上淋少許醬油 然後就可以配飯了 讓我大大大嘗嘗一口 加了霜霧之後 有一種滑漏的口感 真的很特別 而且蟹肉的鮮甜味也很突出 這裡的麵豉湯 其實是加了蟹肉一起煮的 吃飽再去參觀水木貿紀念館 不比再整� 拆開的就像霜霧將人 原來是這樣的大小 想寄信或帖卡的話 只要投入妖怪油箱 就會得到妖怪油箭 很有紀念價值